嗨 大家好 品试煎酒 聊杯中式 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 我们的老朋友老贴森哥 上一期我们做了一期买卡伦的视频 然后大家在下面留言说想看Rail Cask 然后刚好你们知道Rail Cask 已经断货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 它主要是因为以前的Rail Cask 其实是在例如18年 它开始做 然后18 19 它是分批次的 就一年它有 好像那个18年它出了三个批次 19年它出了两个批次 就是说那个best one best two 然后到20年开始的时候 它就变成年度榜 就每年出一次 对 包括我们现在 我们手里是一个2021的 是2021的一个版本 对 然后包括现在 应该现在已经出来2022的 就它只是说一个年份榜变成 就变成一年一次的这样子去发行了 所以它可能整个那个外面能看到的量可能会比较少 这款在中文里面叫那个浩撰 浩撰 对 浩撰 所以这款还挺多人喜欢的 特别是说其实因为我有介绍给 因为我试完之后 其实我有介绍给以前我的朋友 就是说以前喝那个白蓝地的 就什么他们是能接受的 cordon brew啊最累的人 然后他们去喝这个 我觉得这个很好喝 因为够浓嘛 对 它就很接近 但是我们不知道现在新年份出来会怎么样 那刚刚好我们就想说 Railcast去做一个对比嘛 然后就拿上一次的 在买免税店版的一个Eggma 就是我们俩觉得都还不错 很不错的一款750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麦卡伦18年 看看Railcast 它在麦卡伦这些高品质的酒里面 二三百块 甚至四五百块钱的酒里面 它是属于一个 是不是真正它值它那个钱 那我们话不多说 请导演先帮我们把酒倒上来 然后我们来边喝边聊 好吧 那我们尝尝看 这三瓶酒 三杯酒哪个会更出色 其实颜色上 其实是麦卡伦的一个卖点了 就是说它能够 对 而且它是不调色的 它能够做到这样子 它一直把这个颜色 所以这个颜色是他们的 它不是都有色号吗 但是它不是调色出来的 就是出来什么色 它就说这是什么色 它不是用那个焦糖去调色的 对 它纯粹只是说用自己的酒 用自己的酒去调出来 不知闻味道还是不错的 是 我闻到其实带有一点点的烟熏的味道 不知道为什么 就其实不算烟熏了 是木头的木质的香气 木质感 然后葡萄干 挺重的那个雪梨桶的味 有一点油脂感 对 它其实看酒体 它就很浓稠的样子 对 很稠的样子 其实看起来有点 我觉得这一个看起来 就有点像那个什么 白朗蒂 你说这个是Cask 其实看起来很像白朗蒂 这个 甜 很甜 闻起来就甜 又甜又浓的那种 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 对 整个就一口葡萄干 我然后慢慢就到后面 转成巧克力那些香气出来 就典型的麦卡伦的那种香气 而且它的酸度也够 就嘴里 我现在嘴里喝进去 就一直在分泌着唾液 去化掉它整个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就是Real Cas 我觉得在普通的麦卡伦身上 好像 找不到这个味道 没有这一种 它真的就 我觉得就像喝了一口白兰底 就那种SO级别的那种 很长 你今天喝这个麦卡伦 闻这个麦卡伦 就没有我们所说的 什么塑料的味道 是吧 这个是比较高级的 麦卡伦的味道 这真的就是雪梨桶的那种香气 带了一点那个木质香调 整个闻起来很舒服的 然后入口之后也是 就是说从葡萄缸 一直过渡到黑巧克力的这种过渡 然后到后面的一点点油脂 会更完整一点 这个很完整 对 我觉得会更完整一点 这个酒不会说突然断掉 或者后面没什么味道 就这种或太弱 还不错 还不错这个 好 我们来尝第二款 奶油味 来 这是18年的味道 奶油味呢 加了一点点那个什么 我不喜欢的油漆味 说操操操的就都 没那么浓稠 我会觉得这个就是刚才的那个味道 可能对于初学者 或者说一些女士来说 味道过于丰富了 这个就比较简单的 小甜水的那种感觉 就那种它在雪梨桶里面 其实它会加了一些那个 感觉是加了一些波本的味道进去 就会更多的奶香气在里面 很香 对 它不会说去到这边那个葡萄干的那种味道 我觉得麦卡伦就是纯粹就是拍视频的时候 就入口的时候是舒服的 但是你你会期待它可能会期待更多的味道 如果是品酒的话你会期待更多的味道 但是你会发现哦 没了 但是如果这个酒只是说大家拿来碰一下杯 然后一口你不要在嘴巴里面停住的时间太长了 这酒是好热的 我会觉得这个 而且你没有发现这两个味道真的完全不一样 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味道 还没有一点相似处 对 真的没有 来 我们来试一下这三个 这味道有点收敛 我觉得这个更偏橙子的香气 跟花香成香 橙子然后花香 这像款香水 像款女士的那种花香的香水 我觉得这里面最好闻的是它 就是很收敛 然后又很柔和的那种香 很淡 它的那些味道 它以那个橙花的味道为主调 然后夹着一点点那个巧克力 然后这些奶香 这些香气在里面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喝过马开朗里面最好喝的一个 我上次喝的时候我就说了 这是我喝过了马开朗里面最好喝的一碗酒 挨个马哈 可是大家都喜欢喝太软 就那红色的 但我觉得这个好 这个是对于一个喜欢喝酒的人 或者说喜欢品酒的人来说 它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些需求 就它在嘴巴里面的那个变化度 它是慢慢的在变化的 它不是这样 就包括这款酒 我们可能我们都不会停留那么长时间 没有 对 这个我们这个是真的需要去停留的 你需要去花点时间 就让它在嘴巴里面慢慢的去养变它的那个香气 我们要不要形容一下第三款酒的味道 我刚才喝了半天光自己享受了 然后忘记味道 然后再喝一口 其实它在嘴巴里面更多的 我觉得更多的 还是以那个黑巧克力为主的那种香气会更多 它是甘甜的 它是以甘甜为主 你没有说很浓的那种果干啊葡萄 没有 没有 它是以甘甜为主的那种 有点像那种巧克力喝了一杯 甘而不苦 对 甘而不苦 我会选择第三个 你猜导演会喜欢哪个 我猜导演应该会喜欢这个 我觉得他应该喜欢这个 一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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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絮给你们放一段看看 一个不怎么喝酒的人会挑选在里面的哪一个 好了 那你会推荐哪个呢 我自己还是喜欢这个 好了 那我们 我们要我们是同意答案的要猜了吗 我觉得应该一喝的时候就知道它的答案了 这个是那个reelcast18年 嗯 然后这个是那个免税版的 好 我同意 那导演那请给我们解决答案吧 真的吗 哈哈哈哈 两个人说的特别特别开心 特别没有自信 哈哈哈哈 好吧 我们刚才经过了半个时间半个小时的讨论 主要是在怀疑人生 因为世纪大翻车 从做视频到今天可能已经有一年的时间里 我们喝了那么多次 麦卡勒18年 然后今天把reelcast放到了麦卡勒18年旁边再放一个免税版 真的就全部猜错 然后我现在帮大家重新介绍一遍 刚才我们喝的这三瓶酒的正确顺序 第一瓶是麦卡勒的egma 它是免税店版 它用了两种桶都是用的share cask 那它的度数呢是44.9度 免税店的大概的售价是在3万美金左右 那第二瓶呢是麦卡勒的的reelcast 这瓶酒现在的售价我们今天喝的是2021年款的 那它现在的售价是399.99加税 这是我看到的最新售价 因为它断货了很久了 这瓶酒的度数呢是43度 而且我看它官方它标注的是说 它用的都是雪梨桶 但而且在这些雪梨桶的时候 它用的是精选的 而且是大部分都是用for spill 都出自过桶的雪梨桶的酒叶 它这些桶在它的仓库里面 只能够只有1%会符合它这个要求 所以它用的就是精选的一些 雪梨桶的酒叶去制造的reelcast 第三瓶呢就是大家人尽皆知的麦卡勒的18年了 现在麦卡勒18年的售价 大概也是一个390 400的样子 那它的度数是一个43度 用的就是雪梨桶 18年今天为什么好喝 就是因为它已经 我们可能已经开了当地一年的时间了 就在家里我就不动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有它的衬托 我觉得是不同的搭配 你会去影响它的那个味道 感觉 真的吗 今天的conclusion就是reelcast 就那样吧 如果可以选择买这两款 其实这三款酒的价钱都差不多 就都是400美金 今天可能就是还没醒吧 那我们下次有机会看看什么时候麦卡勒 听说麦卡勒出了免税店的第二版的和谐 哦对 是的 好 下次我们有的比了 可以等和谐出来呢 拿它跟reelcast比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虽然翻车翻的有点狠 但是请大家 请大家自己去 大家其实也可以试一下 对对对 可以尝试一下 对对对 对好 关注九仙脚姐姐喝酒不踩雷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 记得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好喝哈 这个最好喝的 18年 看旁边已经无言以对了 在旁边 好吧好吧